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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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大家好,欢迎回到来《猫向编辑部》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又是我许珊,另外是我们的新西兰的以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一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节我们来讲讲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奇人意识 尤其是我坐巴士 我最討厭的一种就是 开着手机在看影片 或者听歌 不用耳机的人 这个我也很討厭 这种人我觉得很自私 因为不是人人 都想知道你在看什么 还有你喜欢听那首歌 不是人人都喜欢听 不要硬硬要逼人一起听 当然如果再引申下一步 就是讲电话 在巴士上不断讲电话 就讲到大大声 我也不想分析你的家事 也不想知道你究竟家里 或你的朋友在发生什么事 也不需要讲到这么大声 所以看到最近有一段影片 就是我们的画面 尤其是这种巴士的路坑 最喜欢这样做 而且大家看到 除了他的神态 那一刻恨人争之外 还喜欢牙大比例坐 哈哈哈 是的 我也不明白 没有发觉呢 牙大比例坐 也没所谓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但是你看电话 听歌 看电话 什么都好 你不要开大个喇叭 是不是 不是人人都想知道 你看什么 或者 听什么 很多人可能 很忙的 希望可以坐巴士的时候 有变黑的休息 但是这些人 就扰人清梦 或者打扰人家休息的时间 我认为是很自私的行为 然后你跟他说 叫他小声点 好声好气的那些 这次这一单 就是为什么被人放在网上呢 就是这个 老坑还要和其他乘客在那里吵 还骂人 收X了你 我不怕你 发神经的 你 我X你怒什么 你发神经的 你就带回耳机看 不行的吗 带耳机很辛苦吗 我不知道 为什么都要逼别人 知道你在看什么 有些更白痴 更疯狠的就是 有些老坑 在那里看好色的东西 那些视频 叫到很大声的 照播出来的 他们是这么疯狠的 不知道是故意什么 所以免得自己收拾了 马上给你听一下 但是这样你就会令到 同车里面的其他人 就会相当之尴尬 那会不会是否有些 违法的行为呢 这是一件事 他这样骂人之后 还粗口骂你 还骂你发神经 即是他发神经 在那里听话的时候 竟然骂你 另一个乘客 也帮忙叫他 喂 散了手机的喇叭 那他大骂 我有权听歌 还要这样骂 是有权的 但问题是 你行使你的权力的时候 影响到其他人 对吧 你影响到其他人 就是一个问题 你没有考虑过人的感受呢 即是如果很简单 如果我在他旁边 大大声听起一些很奇怪的歌 可能很吵架的歌 不知他会觉得怎样 对吧 即是你说你有权听歌 我也有权不听你首歌 逼人听 是吗 没错 即是可能你说 那你就遮住耳朵了 那你为什么不塞着你的耳朵呢 你这样再跟我拗下去 有时间你拗下去 不过通常这些人 再多说几个说 就说 这么厉害 坐的士 这些人就是他们的绝招 很喜欢这样说的 有些人都说 整个车人都在说你 不要这么厚面皮 不要把中国人都拍摔了 行不行啊 我说 接着那个叔叔还说 你才把中国人都拍摔了 就是到很多人都说 你说他什么 他就说你同样东西 那就算了 那这些老坑呢 就是为什么他这么恶 或者这么囂张呢 通常就是这样的 对着那些妇孺 或者对着一些年轻 年轻女的那些 就是比较上斯斯文文的那些 他就以为自己 就说几句粗口 或者在那里 憎眉特眼 在那里 手没足道 就以为你是怕到他 如果你遇着那些 周身那些 挖了一些公仔 那些金毛飞 那些什么 大大只的那些 你听听他说他有膽 当然不够胆了 就是了 所以这些老坑 零死害人真 就是你骂得他多骂 就是跟他吵得多吵 他就很喜欢瓦大对比 就像这个这样 真的很厉害 很厉害 这些我最厉害的 接着 都是不肯胆 还说 什么 什么 报警 我真的报警 告诉你 报警 整个车子 我告诉你 我不是很大声的 他说声比手机更大 接着 接着 很惨 被人搞到 搭乘车都这么 很怒气 很滋扰 大家都知道 看到这辆车的座位 觉得舒服 还要听着老坑在说粗口 在吵怨霸弊 真的很烦 这些车好像比较贵 可能是机场 还是那类的 某些巴士 就会这么漂亮 尊车 可能也不成功 还搞笑 女生说 好 不要紧 大家一起播歌 就是比较贵 不是吧 今天很吵的 你吵我 我就会吵你 可能 如果你这样的话 他只会和你斗大声 有些老坑 是吧 所以不要跟他瘫 不要跟他瘫 遇上这样的情况 他死都不肯 生小一点的声音 我相信唯一的办法 就是只能够找车长求救 这似是 玩大他 看看大家是否一起 叫车长来处理这件事 而且这个报警 我觉得他真的挺无谓的 这些又搞瘫 警方都周身没有空 还要来看这些 不是吧 真是 但是接着他 和大家在说 我们一起播 一起播歌 这位叔叔说 我恨你老笔 我恨你老笔 手机要这么大声的 听谁吵 其实他的声音最吵 我有权听歌 就是他发了瘫的 也有些乘客 反驳 你有权听歌 但你不能骚扰到人 但他觉得 不是叫做骚扰 就是这样的意思 可能听那些 找光素波波 就觉得不是骚扰 这个我估计 什么歌 就不太听得清楚了 什么骚扰 阿三你比我更大声 不要说话 我这么小声 我说道理 道理不够我说得很厉害 我听你说粗口多 我说道理 道理包括粗口 粗口也有一种道理 都真是大骚扰 这个人 遇上这个人 真是很烦的 你搞到全天都心情不好 真的 因为你不能够击击他的话 你的电影可能会顶足几天 是的 大家如果有在车上遇过这些肠粉 不妨留言在这里抒发一下你自己的经历 那还好笑 说道理我肯定比你更厉害 香港我住了三十多年 说道理你不够我更厉害 不过 神经病 这些是不断说的 你说什么道理 这个不是说道理 你明明就是自己自私自利的行为 别人叫你小声一点 你假装在这里 你住多少年都没用 也解释不了 难道你住久一点就有特权 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 你会影响到人 这个也是事实 不然别人都不会吵你 个个坐巴士的 一般来说都是正式的 最多如果和朋友一起坐 那就聊聊天 是不是 他不是的 你一个人坐开大大声 在看剧 看剧 就吵吧 我也见过这些真的很烦 不过现在这个社会的气氛 很烦 大家又怕 说了几句 爆起来 会不会在巴士里面 有一个MMA 或者最怕是什么 他收了什么武器 还是怎么样 是吧 也是啊 也怕的 怎么知道会不会拿一把东西出来 不知道 这一句说 那些手机壳很厉害 有什么军事规格的手机壳很硬 有些很硬 有些很硬 用来中两下都是更硬 车人的 是吧 都很硬 所以那类手机壳 遇上这样的东西 用来当武器也可以 真的 当然这些真是抵骂 其实根据道路交通公共服务车辆规例里面 公共巴士 公共小巴士 或者的士的乘客 都是不能够在车厢里面使用 或者操作任何嘈吵的器具 乐器 或者任何的流声机 收音机 或者录音机 来滋扰其他人 流声机 当然了 那个法例很久了 如果没有合理辩解之下 即属违法 一经定罪 是可以判罚三千元 和监禁六个月的 所以这个阿叔 其实他是 法例上 他是无权这样做的 即是你不可以 滋扰到其他人 如果其他人觉得 你是滋扰的话 你已经是轻轻了 所以看到 尤其疑似 有司机 就向上帝喊 好了先生 不要吵了 接下来就剩下了 大家就没有再说太多了 不过你跟他斗强硬的 他越大声 你越大声 他就会更加大声 如果你笑他 或者怎样 可能有机会 他可能会借一点 也不行 不过这些阿叔 这种格 你喜善霸恶的 这种人 很贱格 几十岁人都这样 坐也能坐得太坏 一个人的姿势 硬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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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 他没有人坐在他旁边 坐在他旁边的人 真的受罪 或者行李旁边的人 也受罪 不知道 那些老坑的 就不脱 打横地坐 下了别人的位置 很贱格 打横地走 我想他平时都是这样 做什么 你搞什么 你身体的生殖器发炎 是吗 很容易 合不住 一合不住 会痛 会痛 这样 有什么事 吃得多隔夜蛋 可能 可能 那好了 我们讲讲另一件事 那些人本来想放上网 去到公审批斗 大家看到画面 有两个港女 应该是朋友 大家都买了一个 碌碌的纸袋 然后有网民拍了他们的照片 然后放上网 就说 你看看 港女的既自私 坐在关外座之余 还要把两袋纸袋 放在座位上 就说 纸袋是逛街走到疲 纸袋也要坐下 那些人放在这张照片 其实都是好事 为什么呢 看到有些网民 都会比较正常 就是一面倒狂插 这两个港女 大家仔细看这张照片 虽然 他们两个 就放了两个纸袋 对吧 但我们看一看 在画面 接近中间 这两个港女 就是两个坐在关外座 其实是没有影响到 然后再拿一件白色衣服 披着自己那位姐姐 她的座位 坐的位置 即使他们 放了两个纸袋 在自己身边 其实都没有影响到其他人 是 即是他们佔的空间 也是较小 没有佔多了个位置 严格来说 嗯嗯嗯 所以你不应该说人 这样放个纸袋 对吧 我觉得是 没得说的 只不过 最惨的就是 你看到画面 他坐在关外座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 关外座这件事 有没有实际必要的呢 我很多时候都看到 就算乘卡车都坐满 都逼满了人 但是 没有人坐两个关外座 严格来说 有时候这些关外座 都是浪费资源 很多人都是 嗯 是怎么办 是不好意思 怕坐了下去 就觉得 被人笑 哇 你年轻女儿 你年轻儿子 坐关外座啊 这样 就是怕被人笑 怕丑 其实我觉得 关外座真的 没什么必要存在的 这件事 每个人 自小受教育的时候 都教过说 要离让的啦 离让基本上 是每个人的共识来的 应该的 就是有需要的人 让给他们坐 但是 这个关外座 就设立了在那裡 那就变成了 喂 既然 有关外座 如果你需要的 你就坐过去 就变成这样 就变成这样 其实最好就是这样的 就是那个 风气的问题 就是你坐了下去 又被人拍照 又放上网 就算别人不是笑 你说你也好 但是你也不想见到 这些风气 也不想自己 有机会变成被影的那个 就是 看什么废青 站一会儿都不行 要坐在关外座 其实这个关外座 我自己觉得 如果真的没有有需要的人 来到 或者没有大妥妇 在附近的 那就坐下 没理由浪费了 那个位置 被人坐 如果你真的见到 有相关的人士 走到你 走到你 你坐在关外座 那你就起身 让他坐 那你也不会浪费了这个座位 也变成了 走廊 或者行人通道 就会再多了一个人 站在那里 又压了那个空间 这是一个 错配资源的分布 我也认为是 所以那些人很差 那些人坐在关外座 你就拍他 你就拍他 你又不知道 周围有没有这些 有需要的人 如果在你面前 有个大妇 然后再加上 那个阿公 在你面前 都不让 那你才去批斗他 也不迟 对不对 没理由 那他坐在那里 放在纸袋里 哇 就是说到 那种是过分加过分 你坐在关外座 已经是过分的 还要放在纸袋里 连纸袋里 也不会关外人 你没有搞错 这些 实际上这么严重 那就可以了 我也觉得 画面上 这两位女生 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老实说 别人放在纸袋里 又没有佔多 额外座位的空间 虽然坐在关外座 看来 当时拍摄这张照片 那一刻 车厢里也没有什么人 对不对 也不是很逼 也不见有一些 有需要的人 所以我不认为 这两个女生坐在关外座 有什么问题 但是有些人都会指责 哦 关外座 这样也错 没有笨 做人不要这么自私 大哥 没有看到旁边 迫到这样 放大腿 放地下 死物比起 人更加重要 不过这些就是 人的心 这些就是喜欢这样批斗 因为可能中间那个港女 比较瘦一点 所以这样放在纸袋里 也没有什么问题 因此大家就真的 这些批斗 或者有时候看到 网络上这些说法 如果可以 都留一句正能量一点的留言 应该对社会有帮助一点 那好了 我们今节 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